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届LG杯世界维基奇王战的五番棋决赛的最后一局 也就是第五局 那之前呢当然双方是战成了2比2 这盘棋也是关乎到谁能够最终夺冠 可以说是鼓励在这个骑士生涯中啊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局棋 那么他的对手陈耀夜呢 当时也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选手 如果陈耀夜夺得这个冠军的话 那么陈耀夜将打破这个刘李昌浩保持的最年少夺冠的记录 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所以说这盘棋的分量是非常的足 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析的这个局面呢 也是在这个决赛五番棋的第五局 那么进行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快要收官的一个阶段的这么一个场面 换句话说是重头戏中的重头戏 也就是最后的阶段的双方的争夺 那么想必是非常的激烈 也是很刺激的 好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棋局 一起来看一下这盘棋 好 这盘棋是古力的黑棋 但是陈耀夜啊 还是个五段的小棋手 这个局面下到这儿呢 双方已经可以说是接近尾声了 这盘棋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续盘和中盘阶段的战斗 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们把棋盘的焦点啊 聚焦到这个左边 左边大家看双方现在还在形成一个 额缠斗的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 现在轮黑下 黑棋看上去啊 黑棋也不是很好处理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这个时候首先 白棋 我们看黑这块棋是没有完全活静的 当然白棋这一对棋子啊 也没有完全活静 那作为黑棋来说 黑棋 如果去挡住 如果你选择挡这个 那么白棋会虎 这样白棋一虎之后啊 白棋的这块棋就已经完全安全了 那接下来呢 黑棋还要落后手 在这补棋 如果下成这个结果的话 估计白棋这个时候 可能也会补一个吧 比如说走在这儿 这条棋本身不仅是补墙 同时中府也能围出很多的墓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盘棋是一个细棋的局面 黑棋并没有什么优势 接下来还是看双方后半盘的关子 关子说的好的话才能够获胜 那当然这个局面是黑棋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黑棋在前半盘呀 古力在前半盘下的不错 积累了一定的优势 尤其是在这个上面的战斗中 棋盘上方的这个战斗中呢 古力是下的很棒 也是下出了妙手 在我们之前的系列的栏目中 曾经给大家讲过 在上面的时候有一个古力的一个家的妙手 那么也是去帮他取得了一些优势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古力一定要想办法下出更狠的招法才行 或者说是想办法如何能占到便宜才可以 这个时候呢 当然黑棋还有一种 黑棋是很想在这断的 如果成立的话 黑棋是非常想在这断 断在这 但是很可惜啊 这断你现在是不行 断的话白棋打吃 黑棋站 这样白棋站 黑棋跑 这都是双方必然的下法 接下来白棋 但局部就可以脱先了 或者是先挡一个 这都没关系 我觉得还是就是先不走了 白棋关键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断 这个断是太厉害了 黑棋呢 这个断虽然也很厉害 但是没有伤到白棋的根本 它还是一块 怎么讲 就是它暂时不会有死活问题 但是白棋反过手来 正到先手 在这一段 那么这个断将是致命的 对黑棋来说将是致命的 那黑棋这堆棋子如果不想死 只有冲 这样白棋在场 这一长之后 黑棋就坏了 黑棋这两颗棋子 已经没法跑了 因为很简单 你如果跑 那白棋一挡住 黑棋就已经死掉了 这一堆棋子要死 所以说这个结果 黑棋不行 这样下的话 是黑棋崩溃的一个局面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分析了 黑棋 它不是很愿意在这挡 但是呢 这断也不成立 这个时候黑棋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白棋左边的这个棋形 在之前呀 之前的进程中 黑棋是在这长了一步 大家看之前 黑棋是在这长了一步 这个长实际上是一个温英手 看看白棋的态度 当然白棋实际上把这个挡住 这是一毛不拔 如果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比如说这样 这样的话呢 当然局部来说 黑棋也不会马上跑 黑棋不会这样去跑 但是由于有了这两个交换 让黑棋的一个点 变成了绝对的先手 就是这个 这个 可以说叫弯 这招棋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先手 那黑棋要是次序更下的更妙一点 可以走在这 比顶 这比顶 白棋是没有什么反抗的 这拐也不行 拐的话它可以贴住 同时你拐一下还是得回去 那么白棋来说呢 就只有后手的去连 这样黑棋挡先手 大家看 由于有了这几招交换之后 那黑棋这个断 毫无疑问 这段就成立了 换句话说 这样的话呢 白棋就崩溃了 这被黑棋断成立的话 白棋不行 所以说黑棋这个长一个是适应手 这个长适应手 那白棋挡住 接下来 考验黑棋的时候到了 那这个长适应手之后 人家挡住了 你不能没有办法 在这局部里 黑棋一定要施展手段才行 不然的话 黑棋这长一个就损进去了 这当然是鼓励不能接受的 那我们刚才也分析了 如果从抛开这个局部不看呢 黑棋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处理 因为你这边 如果挡人家做活 人家还白棋还是可以满意的 那如果不挡的话 这段又不行 不成立 这个地方有一个断 严厉的断 断点 所以说黑棋现在一定要想办法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把这个局部 看看有什么办法 这个局部呢 黑棋其实可以选的选点 也并不多 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就知道了 首先黑棋如果加在这儿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不行了 人家冲 只要反打 提了 这样黑棋如果接白棋就接 如果吃这个白棋就吃这个 这黑棋是没有什么太大收获的 这个 你当然你只有吃回去 可以说也算是小有收获吧 那这个肯定是 对白棋来讲是弯通痒的 无所谓 就是说这个加呢 加的手法不行 这个手法 局部来说不便宜 我们再来换一种 坐在这儿 这当然是更不行了 这招就太愚蠢了 白棋一拐 这个黑棋是 气壮的太紧 白棋一扑 显然就把黑棋吃掉了 这个紧气收住白棋都是不行的 那么咱们再换一招 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就这个局部啊 这个局部的变化 它不是一个对杀题目 这我们说给大家介绍 这个局部的妙手 这个局面下的妙手 它不是一个对杀的妙手 而是一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 这个寻找局部最好手段的一种下法 可以说是官子 也可以说是掌握时机的一种下法 这个时候黑棋 我们刚才说 这个收气质都不行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 也得换一下思路啊 就是说 如果直接杀 杀不掉人家的时候 其实就要想想 我们是要占便宜 而不是一定要去吃掉对方的 那这个时候呢 黑棋再来看看 如果跳怎么样 跳在这 跳在这儿呢 白棋 当然你如果普通的收气是不行的 这样黑棋顶 这个局部就是白棋 卖一棋被杀了 也不能说卖一棋吧 这是一个打结 但是这个结 对于黑棋来说 它是一个无忧结 你搬 这还得先搬 再打 黑棋踢掉 这是一个无忧结 白棋需要扑进去 和黑棋打结 那这个白棋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在自己家的这个后院里面 让人家不仅走出棋 还是一个 这么重的一个结 对白棋来说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所以说跳的时候呢 白棋不能这样收气 但是白棋有一招 其实也很简单了 这个棋型的妙手就是走在这挖 这个挖是好棋 挖黑棋只有冲吃 这样白棋在打吃 这个跟刚才黑棋说在这儿就还原了 同样的道理 这把黑棋扑死了 是一个结不归 这个黑棋显然是不行 所以说看了这么多之后 这个加不行 这个说在这儿不行 跳一个也不行 那么咱们就再换一招看看 这个棋飞点怎么样 这步棋客观来讲 实际上是一个局部来说 是很好的一步棋 这步棋局部来说是很妙 如果白棋接 我们先说 如果白棋接 那么黑棋再来加 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白棋被黑棋吃掉了 这个对杀 接下来白棋 比如说你冲 挡住 打吃 黑棋接上 这个局部对杀 白棋棋不够 所以说 如果黑棋点着了 那么再一加 这个局部就是白棋 死掉的一个棋框 但是你这个点 是点不着的 点的时候 白棋可以把黑棋加死 把黑棋加死 这个时候 黑棋如果吃这个 固然很大 这招棋固然是很大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 这个地方太严厉了 这个地方有一段 但是这个时候白棋 也可以考虑不断 就是他最简单的 冲出来就行了 那么 黑棋的这堆棋子 实际上是不能死的 这堆棋子是极其的重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 关键的时候 在中府作战 这么紧要的关头 去收了一个关子 虽然是很大的关子 不能否认 它价值很大 但是毕竟是一部关子 被白棋把中府冲烂之后 黑棋这块棋 如果要是死掉的话 黑棋也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结果 黑棋也不行 那么 换句话说 就是你点人家一加 接下来你就是 补中府和这个 吃这个子 黑棋是不能兼顾的 如果你补中府 比如说 还像我们刚才摆的 如果补中府的话 那白棋一解 这个黑棋等于就白点了 这点一下也没什么用 就白点了 那这个棋 反而黑棋亏了 这一下交换 反而黑棋目数损了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也是不行 那我们分析了这么多 这个局部看上去 黑棋好像 鼓励也没有什么办法 无论你怎么下 白棋都有办法去破解 最关键的是 现在是紧要关头 什么紧要关头 就是这个地方 中府作战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么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想办法去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 捞点关子的话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说黑棋呢 作为黑棋来讲 需要思考的是 第一首先能不能吃掉白棋 对杀 如果不能吃掉白棋的时候 黑棋能不能占便宜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还要想 就是说你在占便宜的时候 不能落后手 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后手去吃 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对于黑棋来说 它还是挺难的 这个局面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既要占便宜 同时又要保证自己是先手才行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鼓励的下一招妙手 下一招棋的确是 可以说是一个盲点 非常的不容易想到 就是走在这儿 这招棋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 有什么样的感觉 您想到了吗 这个选点 就在这儿 鱼形的弯 这步棋 就单从棋型上来说 当然是大家看了之后 可能都会 就是野人发笑的一个棋型 这个是很搞笑下的 作为棋型来的说 真的是不怎么样 但是其实却是这个局部 最好的一种下法 这也是鼓励这个长啊 长的时候早就已经准备好的 一个下法 这是白棋局部来说 白棋棋型的缺陷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招棋 到底好在哪 首先黑棋弯的时候 白棋这个时候不能松 如果你虎在这儿 那么黑棋就挡 这个很简单 这是一个杀器 这样局部就形成了一个对杀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 再往上棋盘上摆棋子 我们来数一数双方的棋 就知道这个到底是谁杀谁了 黑棋 我们先数黑棋 一二三四五 黑棋五口棋 白棋呢 一二三四 白棋四口棋 其实问题就非常简单了 五棋对四棋 就算是轮白闲下 这白棋也是慢一棋 所以说白棋这个虎不行 那这个虎不行的话 白棋怎么办呢 比如说像这种一鹿小飞 这种妙手 这都是假妙手 这也不行 黑棋也很简单 黑棋就尖这个 这样冲下来就行了 这个局部对杀 我们还是没有必要再 就是继续去给大家演变了 这个局部对杀呢 白棋是至少慢一棋 是慢一棋都不止的一个局部 就是比如说你收棋 它就一尖 黑棋如果想杀白棋 就简单的打吃 打吃了这一档 很明显这个白棋局部就死了 这样就是一个慢一棋 这白棋就死了 所以说这个棋 所以白棋来说 黑棋这一弯还真的是不能大意 这个很难对付的一手 看上去棋行不怎么样 这个很愚蠢的一招 但实际上你要是一步小心 你虎或者是走别的 那其实反而被黑棋杀掉了 这局部对杀白棋就很危险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也不能大意 留给白棋的只有一种选择 就是实战的陈昌夜的拖 白棋选择这个拖 这个拖是正确的一个选择 也是唯一的一步棋 接下来黑棋搬 白棋 如果粘 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黑棋不能粘 这个黑棋粘白棋接 这个局部黑棋棋不够 而且是 这个是明显棋不够的 一二三 黑棋有三口气 白棋一二三四五五口气 那这样黑棋显然是不行 这是慢两棋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黑棋可以吃 黑棋可以打吃 白棋就打吃 这个时候就很有戏剧性的场面就出现了 这时候就很有意思了 黑棋通过这一弯 我们看不仅先手把这一颗棋子吃掉 木树收获巨大 同时我们再仔细看 白棋虽然吃掉了黑棋三颗棋子 但这白棋居然是不活的 它是一块死棋 这个太可怕了 白棋不活的话 黑棋呢 下一招黑棋就有很多种的选择 比如说黑棋可以直接火 那么你如果去淘这个 白棋淘这块棋的时候 那我们刚才说的黑棋这个段就可以成立了 这个段就 白棋就不行了 那你如果要是补这边 或者说是你冲这个的时候 那么黑棋把这一下一钉 扎钉 这是先手 不走可以冲过来 之后再飞住 那白棋这块棋就非常危险了 可能就死进去了 即使是我们说退一万步讲 黑棋算了 黑棋比较仁慈不去杀你 那黑棋也可以挡住 再虎 这样白棋只有从这儿出逃 换句话说 黑棋的这个点呀 局部来说 本身就是先手便宜 不仅是便宜了一手棋 而且接下来 我在走还是先手 那木树又便宜 还可以 占得这个先手便宜 所以说这个棋呢 如果像这样黑棋的优势 就非常的明显了 那么这样白棋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 在实战黑棋班的时候 白棋陈阳叶呀 他也是 当然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棋手 他在这个局部 他也下出了一部妙手 白棋的妙手是在这虎 这一路倒虎 这是一部巧手 同样都是把这颗棋子连回来 但是这个倒虎之后 黑棋当然也只有吃 白棋再断 这个时候跟刚才这个接笔 差距就非常明显了 走在这儿呢 是有眼味的 接下来白棋打吃就活了 那你想要破白棋的眼 黑棋就要后手去团 换句话说 这个棋 黑棋要杀白棋 是很不容易的 黑棋要去花一手棋 那在某些情况下呢 白棋这个就占 就占了一手棋的便宜 所以说这也是白棋的一部妙手 但无论如何 实战下成这个结果之后 黑棋通过这一弯 先手的把白棋的这个 这个子啊 割下来 同时将来还瞄着 留有某一天 把白棋封住的时候 有这个团杀白棋的可能性 所以说黑棋这一弯 在局部已经大获成功 在局部的这个争夺中啊 已经是获得了很大的便宜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再转过头来 把这个挡住 就是他局部来说 不仅是占了便宜 最关键的是 他是一个先手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黑棋走成这样的时候呢 黑棋再稳稳的 把中斧连回来 那么下到这儿呢 鼓励终于是确定了 自己的一个胜势 那下到这个局面 鼓励直黑的鼓励啊 他这个在旁边上的优势 就已经非常明显了 那最终这盘棋 也是直黑的鼓励九段 中盘拿下了本局 也是成功的取得了 这个LG杯的冠军 获得他人生中的第一个 世界冠军的头衔 好的 那么这盘棋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还是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 下一期要讲解的内容 那这盘棋呢 是在2008年的时候 第四届 丰田碑 世界围棋 王座战上的一盘棋 有鼓励九段对阵 这个燕板之人 燕板之人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非常的陌生 因为燕板他是 首先日本棋手 在近些年来 在国际赛事场中 就比较的呈现这个颓势 就是下的成绩都很不好 那么燕板呢 在日本棋手中 又不是很有名的一位 但是他的实力 还是蛮不错的 如果要说大家低估 这个燕板的实力的话 也是会受到惩罚的 那这盘棋 鼓励在前半盘到中盘阶段的时候 都是没有讨得什么便宜 跟燕板下呢 也是很发现 就是会非常的吃力 那这也是体现出燕板的实力吧 现在这个局面呢 已经进入到了后半盘的争夺 鼓励如果再不发力的话 那么这个局面将是很难取胜的 好的 我们现在进入棋局 看看鼓励该如何处理 鼓励的黑棋 大家看其实 从这个盘面上就可以看出 现在的这个局面 从目数来说 黑棋是不占什么优势的 黑棋的实力 主要是集中在棋盘的下边 一条边 那白棋呢 是在棋盘的上边 这一条边 也是很大 那黑棋这块呢 比白这块要大一些 但是咱们再看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 就是白棋这个地方 大概有个小石木棋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个石木墙 就是20木了 那黑棋呢 除了这一片之外 其他的只有这一块的木树 是非常小的 只有5木棋左右 那这边呢 也是可能都不见得到5木棋 这大概也是5木棋吧 换句话说 黑棋只有10木棋 白棋呢 是这两块有20木 再加上白棋还有贴木 就是黑棋还需要有贴木的这个负担 那么现在的局面 看来作为鼓励来说 一定要加油了 那这个时候 咱们再看这个棋盘的中间 如果直接比空的话 我们刚才也分析过了 这黑棋肯定是很危险的 也不能说是就是绝对的输吧 但是最起码是看不到有什么优势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中辅啊 是一个没有定型的一块地方 中辅呢 有一些未知的因素 如果白棋 这两颗棋子 大家看 这两颗棋子 现在是没有连回家的 如果黑棋处理的好吧 这两颗棋子 生吞下来的话 那这个局面 黑棋还是很有希望的 之前的进程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 之前是这样的 就看一手棋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黑棋是拐 是支撕一手 只要拐把自己连上 把白棋分段 那白棋呢 在这团 这个团 首先白棋也是 当然它是补自己的毛病了 这个地方白棋举步来说 有问题 同时呢 它瞄着一个挖痴 还有尖刺的可能 这都是黑棋举步来说 很薄 很薄弱的地方 非常的薄 如果挖痴 就是一个打结 黑棋当然不能粘了 这被白棋连上肯定不行 那就打 白棋提 这个截 可以说黑棋也是非常的重 如果你打不过白棋 被白棋打回去的话 那白棋再把这个地方挖痴过来 我看这个白棋收获又是不得了 这个棋子死掉的话 刚才我们说 这块只有十木棋 如果是十木棋的话 现在可能就得有25亩了 这吃了有 接近吃了15亩的价值 这个黑棋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白棋的这招棋呢 这个团呢 实际上有先手的味道 它是瞄着这个挖痴 那同样它还有 我们刚才说过 还有尖的这种可能性 尖刺你如果接 白棋断 这是绝对的先手 比如说 白棋再贴过来 那这样黑棋也是很痛苦的 这中辅黑棋这几颗棋子 也是气非常的近 可以这么讲 如果就是加成这个棋型 黑棋就已经不行了 那黑棋你要弯 白棋可以夹住 这黑棋已经不行了 所以说黑棋中辅 这个地方白棋团了之后 它是有缺陷的 那你要想吃掉白棋 这个两颗棋子 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了 由于有自身的缺陷 这个时候黑棋 如果老老实实的补一个 这招棋虽然是本手 虽然很本分 但是你这样补的话 肯定是 这个是很难迎棋的 白棋有两种下法 第一种就是比较强硬的 就是在这大跳 就把这两颗棋子也救出来 这样的话 本身也没有问题 这个是白棋可以连回来的 还有一种更简单 白棋就飞这个 就简单的在这飞 你如果去吃它这两个 这个本身吃的也不大 它在这钻 这样你黑棋虽然这边吃出了 大概十木棋吧 十几木棋 十木强一点点 但是这个地方白棋 黑棋又受到损失了 你如果再补的话 白棋拐 黑棋挡住 这样黑棋 大家看等于后手吃了十几木棋 十木棋可能强一点 白棋这个地方 也稍微长了点木 那这个时候再轮白棋手关 这个黑棋木树也是不够的 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这个白棋就非常简明了 如果你接的话 它就给你吃这两个 只要你吃的小一点 白棋就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地方黑棋拐一个 基本上先手 白棋可能不会去强行的去跑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你既不能补 但是你不补 它这又有缺陷 然后又想吃 对白棋这两颗棋子进行进攻 可以说不能说是进攻吧 必须要吃掉它 但吃的时候又不能吃得太小 所以说现在鼓励面对的 就是这么一个很难处理的局面 那这个时候鼓励该怎么办呢 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吧 就是白棋这块棋 虽然看上去非常的结实 已经活尽了两个眼 活得干干净净的 话虽如此 但是这块棋呢 还是可以借用一下的 它有一定的棋形上的缺陷 那该如何去借用 请大家仔细思考吧 好的 本期的内容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